你好 本期音频为您解读的是 未来以来 大变局时代发展指南 我会用大约十分钟的时间 为你讲述书中精髓 如何保持与时俱进 掌控未来趋势 在思考未来社会将会发生哪些变革之前 我们可以在脑海中进行一种这样的想象 假设我们将一位古人传送到现在社会 他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被高速公路上飞驰的铁盒子惊掉下巴 还是对无孔不入的移动互联网赞叹不已 亦或是被威力巨大的核武器刷新三观 可以确定的是 他必定会在无比的震惊之中 度过很长一段时间 尽管现代社会如此发达 各领域专家也会定时 对未来商业模式的发展趋势 进行一定程度的预测 如果将现在的我们 传送到一百年后的社会 大概率也会面临前面那个古人相同的境地 但是 如果我们充分了解了那些 极有可能颠覆现代社会的关键因素 并对那些仍需继续坚持的基本原则 有所了解 预测未来并不只是天方夜谭 接下来我将通过改变未来商业模式的颠覆性因素 以及大变局时代 企业仍需坚持的基本原则这两部分出发 更好的帮助大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 掌控财富密码 第一部分 改变未来商业模式的颠覆性因素 人类社会的变革周期 也在变得越来越短 如果你去参加一场行业会议 你应该知道 在场的40%的企业 都将在未来10年内不复存在 根据耶鲁大学的研究结构显示 世界上主要上市公司的平均寿命 已经从100年前的67年 缩短到当今的15年 无论是人类社会 还是商业环境 如今都像一艘巨轮一样 以越来越快的速度 不断驶向未知水域 只有对未来具备清晰的认识 才能在未知水域中生存下来 但如何才能洞察未来的变革趋势 还需对存在于 现代社会的四个颠覆性因素 有所了解 现代社会已知的颠覆性因素 主要有四种 大规模自动化 富权消费者 非传统性竞争 以及新兴一代 为了不断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 很多企业在产品生产环节中 都引入了大规模自动化技术 并不断革新 也有专家将其称为 第四次工业革命 或工业4.0 但不管如何命名 大规模自动化 都会对未来社会 产生深远的影响 数据收集 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也让大规模自动化技术 不断进阶 很明显的例子是 自动驾驶技术 越来越普及 无人职守商店 越来越多 如今 在交通领域 零售业领域 医药与通讯领域 大规模自动化 都在深刻影响着这些行业 二 负权消费者 负权消费者 是如何颠覆世界的 在房地产中介行业 表现得最为明显 据相关数据显示 加拿大30%的房产交易 没有地产代理 也就是房产中介参与 在美国 这一数字也达到了20% 房地产买方正享受着 前所未有的权利 他们可以通过 形形色色的APP 与线上工具 对目标房产进行了解 足不出户 就可以获得充足的信息 在其他行业也是如此 智能手机赋予了消费者知情权 去中间环节化趋势 赋予了消费者选择权 而网络媒体的发展 赋予了消费者发言权 这些都是负权消费者的真实体现 三 非传统性竞争 在企业经营中 必须对越来越多的 非传统性竞争保持警惕 因为发现时就为时已晚 例如 前手机行业巨头诺基亚 就曾小看了苹果公司的威胁 从而落得了现在的境地 作为企业领导者 尤其是媒体与娱乐 汽车 能源 旅游 银行 与金融行业的企业领导者 必须对那些 还没有出现在 事业范围内的竞争者 与局外人保持警惕 因为他们很有可能 以新兴技术的方式 改变整个行业 4 新兴一代 代沟这个词 形象而生动地阐述了 两代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这种差异 必定会体现在消费习惯上 我们必须看到 迁徙一代的消费力 正在逐步提升 就美国而言 2020年迁徙一代的消费规模 已经占到了总零售额的30% 迁徙一代之后 还有更多的新兴一代 无论是何种行业的企业 必须与下一代消费者的 消费习惯保持一致 因为他们是未来 忽视新兴一代 就等于放弃未来 第二部分 大变局时代 企业仍需坚持的基本原则 尽管现代社会的变化 越来越快 但有些准则仍需企业去遵循 就像时代如何更迭 人不能杀人 人不能偷窃的道理一样 仍具备广泛的指导意义 一 未雨绸缪 很多企业领导者 对于企业现存的外部威胁 与内部紊乱 视而不见 或者是不愿承认 等到裂缝出现 就为时已晚 需要明白的是 每况愈下 会突然演变成一泻千里 企业的土崩瓦解 往往是非常突然的 未雨绸缪的三种具体方式是 观察趋势 自我革新 与识别自身优势 这样才能在未雨绸缪中 让企业远离破产深渊 很多企业乐于设置展示区 展示自己以往过去的成功与成绩 但对于失败经历 讳莫如深 每个人都知道 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俗话 但不是所有的失败 都对企业有益 在日常经营中 我们要避免那些 慢速 轻率 破坏程度大的失败 相反 利用快速与频繁的失败 在短时间内 获得多样警示 利用有限度的主动失败 获取经验 往往能成为企业的成功之道 三 不要因寻守旧 一些企业在进行创新之时 仍旧沿用着旧有框架与方法 这就让创新有名无实 陷入换汤不换药的尴尬境地 真正的创新 是在思考旧方式之后 考虑新方式 是否能够创造新的机遇 虽然因寻守旧 可以带来暂时的安全感 但力排众议的勇敢创新 可以让企业在激烈的颠覆中 始终立于行业前沿 四 培养合理的怀疑 人们都倾向于拒绝接受 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建议 尤其是成功度越高的人 越不会对自己的基础性认知 产生怀疑 适度地对自身 已经形成的刻板印象保持怀疑 敞开自己的心胸 接纳不同的建议 往往会让个人与企业 拥有更强的适应能力 与创新能力 五 关注摩擦 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摩擦 难以避免 但重要的是 如何看待这些摩擦 一些企业 以高的态度来处理摩擦 依旧我行我素 而越来越多的企业 早已开始关注摩擦 从摩擦中 找寻提升用户体验的关键点 无论是初创企业 还是龙头企业 在消费者被赋予 众多权利的时代 都要在日常经营中 秉承顾客就是老板的原则 根据消费者需求 不断改善服务与产品 六 不求更好 只求不同 对于一家企业来说 未来总是面临这三条道路 做大 成为精品 与破产 但对于那些初创公司来说 由于资源与时代的限制 做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成为精品 相比来说更加容易 非传统竞争的案例 越来越多 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 找到自身的优势 以此打造企业的 差异化竞争力 往往能够让企业 具备强大的不可替代性 七 勇于摒弃过时规则 经验 一个组织存在的时间越长 内部的传统流程 官僚主义 官样文章 就会越来越多 具体表现为 过时的思维定势 功能失效的方法 与落后的方案策略 这些东西 都会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企业的创新 及对新机遇的响应 不断地重复过去 并不能使企业保持领先 因此 甄别出那些 已经过时的策略 与理论 并勇敢摒弃 才能使企业保持年轻 八 永远保持好奇 一些有创造力的发明 往往就隐藏在我们的身边 只有那些对周边事物 保持好奇心的人 才能够将其提炼出来 企业的创造力 并不能一蹴而就 必须通过长久 培养员工的好奇心来获得 企业领导者 可以通过让员工提出好问题 培养员工创新能力的方式 让组织保持长久好奇的姿态 九 像初创者一样思考问题 由于规模与经验不足 初创者往往比龙头企业领导者 更具备谦逊的态度与危机感 而且 由于初创者具备更加强烈的激情 因此更加渴望突破 这是每个企业家都必须具备的宝贵品质 但遗憾的是 很多企业领导者 往往在公司发展过程中 丢失了这些东西 无论企业在行业中处于何种地位 必须永远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与快速响应能力 并且时刻以行动为中心 让实验创新与执行的步伐 保持高度一致 读到这里 这本书的内容 我们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 下面我来为大家总结一下 首先第一部分 我们讲了改变未来商业模式的颠覆性因素 它们分别是大规模自动化 富权消费者 非传统性竞争 以及新兴一代 其次第二部分我们讲了大变局时代 企业仍需坚持的基本原则 它们分别是 未雨绸缪 快速 频繁 有限度的失败 不要因寻守旧 培养合理的怀疑 关注摩擦 不求更好 只求不同 勇于摒弃过时规则 经验 永远保持好奇 像初创者一样思考问题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 颠覆性变革 已经成为各个行业最为普遍的状态 但是 只要掌握那些未来社会的变革因素 并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坚持那些永恒不变的真理 预测未来并不难 好了 这本书就为你分享到这里